三年本世纪的绿原传奇除了梅西塞罗 来自科罗蒂亚的卢卡莫德里奇是一个不能略过的名字 2018年是他率领科罗蒂亚队 出人意料地闯入了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 拿下亚军 也是他在这一年打破了梅西塞罗对金球掌长达十年的垄断 战胜了男子足球的最高功 有人说莫德里奇报的大名是幸运是天赋 但成绩的背后却是一段古孩子的奋斗史 1990年一名记者在克罗蒂亚拍摄了一部有关狼的纪录片 举台时一个五岁的放羊娃出现在镜头里 那个孩子穿着明显大一号的外套在北莱比特山上放羊 他就是年幼的莫德里奇 家中的生活本就清寒 六岁时战争让莫德里奇备偿失去至今的痛苦 在那名营足球成为了他排解苦闷的两药 直到今天身高也只有一米七二 身体瘦弱的小莫德里奇 曾让人怀疑他的能力 而他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他是这样说的 必须有些人认为 我的身高和我的小身板 就像是足球场上的残疾人 但是我不这样看 靠着不服输的尽头和持续的努力 22岁的他被评选为了克罗蒂亚足球先生 成为了克罗蒂亚国内最受瞩目的球星 英超近旅热刺看中了他的天赋 将他带到了白鹿巷球场 四年后他转会皇家马德里 并帮助球队五夺欧冠军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因为他的名字 莫德里的发音 以及魔术师般的脚法 中国球迷给他起了一个亲切的绰号 摩迪 伴随着这个称呼 莫德里奇和队友们一次次的举起冠军奖杯 称霸欧洲祖探 但在国家队 他同样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1998年 克罗蒂亚黄金一带获得世界杯的季军 当时还是孩子的莫德里奇 在电视机前深受影响 我视他们为偶像 并且想超越他们 他说到也做到了 克罗蒂亚在2002年 2006年 2014年的世界杯中 小组赛即早淘汰 2010年 他们甚至未能战赏世界杯正赛的舞台 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 莫德里奇带领着克罗蒂亚 开启了一段疯狂之日 他们一路立刻强敌杀入了决赛 而他个人更是打满了全路七场比赛 初半694分钟 在所有拳中高居守卫 虽然最终败给了法国 虽然克罗蒂亚队员的身影充满了落寞 但能历史性的取得亚军 球场里的克罗蒂亚球迷 位置雀跃 对一个仅有400万人的小伙而言 打进胜一辈的决赛 已经是莫大的成就 于是 在那一年的年末金球奖的评委们 决定把奖杯颁给莫德里奇 摩迪举起金球的那一刻 不仅创造了克罗蒂亚的历史 也打破了梅西和塞洛 对这一奖项长达十年的垄断 此后 已经33岁的莫德里奇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依然在以超高的出钱率和战斗力 出现在世界足坛的巅峰对决之中 这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和刻铺 如今被问到37岁的年龄 为何仍能保持高水准的竞技状态 莫德里奇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能说 我24小时都为足球而活 而本届世界杯 很可能是莫德里奇最后一次 向大力神被发起冲击 所以每场比赛 球迷都会有感慨和留恋 因为他是如此的特别 他是那个出气不易把球从人队里摘出去 能在腥风血雨的烽火中厮杀 也能在最后一分钟冲到底线防守的莫德 更是训练场上 每次都最后离开的白衣少年 在近20年的决生亚里 他给这片绿云场 留下了足够多的灿烂时刻和浪漫的身影 球迷们期盼着 摩提再次在足球的世界里走向旋律 而且优扬于旧